OK 咱们来开箱 这个贴纸给你们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贴纸升级了 我觉得这个贴纸比这个好看很多 说明书三包凭证 然后还有处理器 这个盒子一直都没变 还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Cruite 7 11700K LGA 1200的车槽 又到了激动人心的装处理器的时候了 这款主板是华庆的J590EX Wi-Fi 6E 还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我们把拉杆拉起来 OK 接着我们拿出处理器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缺口 你可以看到这两边有两个缺口对吧 那么这插槽上面有两个 这样正着 这样放上去就好了 放上去之后轻微摇换一下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盖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装一下固态 这个是PM9A1 PCIe 4.0的固态 这个是PM981A 这个是PCIe 3.0的固态 这后面还有一个贴的 装固态非常的简单 接着我们再把这个硅垫的保护膜给撕了 好的第二条固态 看来我需要捅住了 好了 撕下来了 搞定 下面这个散热片会比较长 看到没 哇 我好像那么烦 对 这样子 接着咱们来装内存 两条G7的皇家计 320016G乘2 用这两个插槽 不得不说 芝奇这个内存还是挺漂亮的 转彩风格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装好做后的效果 机箱40类的O11 mini 还是很漂亮的 然后呢 散热器是α酷的北极兰家 北极熊串联起来的 风扇呢是海盗床的L120 然后呢 线材的话是用定制的镀影模组线 CPU11700K 主板的话是华线的J590EX WiFi6E 内存的话是芝奇的皇家计 新卡是2070Shopper 电源是SF750白金板 固态的话一个PM9A1 一个PM981A 耶 成功开机 J590EX WiFi6E 1170K 3.6G 32G的内存 XMP2.0 Profile1 那时机到了 2块 NVMPE 一个500G 一个100 一个ET 这个RGB的灯效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来调一下风扇 处理器一是水泵 所以说我就是为100 让它满速运行 然后茶粉 茶粉1 我这个是水泵 水泵的话也是DC模式 全速运行 OK 顺利进入器团 转界面了 我先清一下固态 D块 OK 现在装 我们要从明明 装一把 下一步 去个调报 下一步 自定义 嗯 这个我也分开的空间 新建一下 是的 哇 好快 来下一步 开始安装 你看看这个百分比的跳动 在这里建议大家登录你的微软账号 因为后面的话 数字全是适合你的账户绑定起来的 OK 已经安装好了 好 我刚登录了我的账户 现在已经 与我的账户关联的数字许可乘起火了 因为大家只安装图形啊 不安装那个experience OK OK 其中程序安装好了 然后重启一下其中 这边安装一下VC 好的 然后安装一下OBS 下一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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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 OK 安装好了 KIM QQ 开启 Zilla 自协 不要 OK 开启自协 不要了 开启设备系统 然后在电源管理这里 更多电源收入 卓越性开启 真棒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PCIe 3.0的使用体验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的是PCIe 4.0的使用体验 启用下大型软件 素质很明显的比刚刚快很多 启用下工作流 好 夹载号 现在待机上十多度 好 闪关机 这就好 不得不说这16个框框看得很爽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对MKV的文件刚刚录制好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用OPS把MKV转成MP4 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多快了 好的 立即转换 搞定 简单来说就是你过电硬盘越快的话 转换也就越快 好的 接下来下载一下游戏 它现在分配尺盘工件 你的固态硬盘越快的话 这个分配的速度也就越快 好了 开始下载了 接下来它就可以飙到满速了 我这个是200兆的光线 好的 28MB一秒了 还是可以的 很稳定 顺便下载下彩虹6号吧 待会也要测试的 在这里我新建一个编码任务 质量60速度3 这是个15分钟的视频 来看一下11700K要压制多长时间 压制结果我后面有做出表格给大家看一下 不过现在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11700K压制15分钟的时间耗时18分钟 如果你开启了AVX512F之后耗时13分钟 比6700K的42分钟快很多 接下来我们导入一堆的4K视频 也就是本期的素材 而且再提一下 之所以还有6700K 是因为它是具有今年意义的 初代14nm和现在的末代14nm 来看一下英特尔这几年的发展 并不是因为它具有对比意义 因为它们两个并不是同一个级别的竞争对手 接下来我们给这几十个4K视频的创建代理 这是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它可以让你4K剪辑起来更为轻松流畅 好的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在M1 自动创建很多代理的转码任务了 如果你不开代理的话 剪辑4K视频就是这么的卡 如果你切换了代理之后 你会发现超级流畅 丝滑般顺滑 这是不开代理的时候 CPU占用率表现 开了之后的占用率就低了很多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 加开订阅 也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